即将迈入第九年的洛杉矶台湾同乡联谊会 在洛桥中心举行会长交接典礼 由曾担任台湾艺术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的陈田碧 从吴承远会长手中接下任务 包括驻洛杉矶办事处副处长周庆荣 洛桥中心副主任邱昌生 及多位桥社代表都出席参加交接活动 洛桥中心入口处摆满了祝贺花篮 恭贺即将九岁的洛杉矶台联会 举办新就任会长交接典礼 卸任会长吴承远致辞时表示 能够连任第七与第八届会长 并圆满完成全美年会等工作 全仰赖台联会坚强的团队阵容 他也特别感谢乔委会委员长吴英毅 以及乔学各界的支持 新任会长陈田碧 曾经担任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理事 台湾艺术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等多项职务 历练相当完整丰富 未来他也期望能拉拢年轻世代 将台联会的精神向下扎根 非常高兴能接替吴承远会长 担任这个洛台联的会长职务 承远这几年我们培养了非常好的默契 我也学习到这个洛台联的宗旨 我们实时关心台湾 处处服务侨胞 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我要培养下一代的侨亲 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的这个爱国的热忱 侨胞服务社团 在驻洛杉矶办事处副处长周庆龙 洛桥中心副主任邱昌生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顾问会 总召集人李秉信 以及全美各地中华会馆联谊会 秘书长黄金泉等桥林的尖交下 洛杉矶台联会顺利完成交接仪式 包括传统桥社 新桥 以及月简寮社团代表都出席见证 大大展现了桥社的团结与和谐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